如果就算一個普通的觀眾 他都未必是即時反應到過來的 張繼聰今天去到尖沙咀出席演唱會 以及創立品牌發佈會 將會在10月在麥花省搞演唱會的他 都很珍惜這個七年之後再開Show的機會 很波原夢 你想玩就玩就玩就這樣 所以都會用心準備 會不會因為最近的意外 就少搞一些機關 其實本身我們的舞台設計都是偏向簡單的 因為我都是比較像一個Live House的形式 張繼聰在MIRROR演唱會頭唱 都又帶了家人到長欣賞 他就說當日的確見到 又未彩排好的情況 都很心痛阿Mo的遭遇 至於那些舞台上的 需要準備時間 或者很多東西 我們踩到上台這麼多年 當然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沒有資格去評論 因為每一個production都不同 是吧 但是就 當然永遠都要多些時間 彩排就更加好 因為你一定是熟能生效 那我想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電影 事發那個電影 是不是很流行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因為我當時是看舞台劇 我一出來的時候 電話有很多message 那我就 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就按來看 我就看 那當然 那當然是 震撼啦 還有都是很難過 我想全香港的市民 甚至乎我覺得是 全部人都會很難過 看到的新聞都會覺得很難過 再加上 我們都是做這一行 裡面有很多 裡面有很多人 其實我都是認識的 坦白說這個是一個很難過的事 但是都 都 這一刻都是 我覺得所有事情 都是希望阿Mo 可以快些 快些 快些康復 張繼聰就說 事後都有個別send message 給MIRROR成員 但認為最重要的 都是給點時間 和空間他們照顧自己 我覺得 對於他們幾個其實都是 我都是很替他們難過 因為他們都一定是 他們的痛苦是 普羅大眾都不會明白 他們在承受的事 都是很嚴重的創傷 對於有馬文說 Edan和Anson Lo 在出事之後 還繼續唱歌 一樣都是表演者的張繼聰 就說相當理解他們的難處 這個就是 表演者有時候要承受的 一種難處或者痛苦 就是因為 普羅大眾是不會明白 其實我們在一個台 經歷著什麼 即是 如果很公道這樣說 我們是普通市民 看到這條片 你是知道什麼事 去看這條片 你是會知道這條片 五秒之後 十秒之後發生什麼事 但是 他們在現場的時候 如果 就算一個普通的觀眾 他都未必是 即時反應到過來的 因為這件事是 坦白說不是 可能很多人一生都不會 遇到這些事 是不是 如果再說表演者 如果再說表演者 說說Anson Lo 和Edan 他們在一個表演中的狀態 我想說一個表演中的狀態 是 簡直是不同一個普通人的狀態 帶著一個耳機 所以在那一刻 我都幾肯定 他們 其實 頭髮發生的 我想五秒以內 他們應該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 認識一個表演者 你是 和他們很多的表演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是排到身體的機能 他們不是用個 老輪的 其實我們表演者 練到一個位是 我身自然會跳 我唱會自然會跳 那一刻其實是他們未反應到 有很多人一定會討論這些事 但是我想說是 我們表演者要承受的東西 是你們不會知道 你們不會明白 但是如果 作為一個同行 我就只是覺得他們很慘 即是這一種 這一種執生是 是超越了我們平時 可以執生的那種 那種 ForAnson Lo 也好Edan 也好在台上每一個表演者 他們已經是現在 我想還在通過一個 很痛苦的狀態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可以親一下他們 不要再 再 用一些你們自己的揣測 或者什麼 其實是會對他們 再傷害了